今天是由全國廢核平台發起的一個 我們要真相公民要串聯的這個行動 那全國廢核平台是由今年309廢核大遊行之後呢 北中南東所有廢核團參與遊行的廢核團體所共同組成的一個平台 那大家都知道目前立法院的這個第二次臨時會本來要通過這個核四公投案 但是呢當前各種民怨沸騰 然後呢逼著國民黨只好優先處理這個軍審法 以至於核四公投案呢有可能還是延到第三個臨時會或者下個會議才會處理 那面對現在這個情勢坦白講 所有的公民團體還有所有人民已經受不了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看這場公投鬧劇繼續下去 我們清楚的看到這個核四公投已經變成核電真相的遮羞部 已經變成人民要求直接停建核四的障眼法 所以我們今天呢特別召開這場記者會要揭露 要跟大眾再一次說明我們要真相 從309廢核大遊行之後我們一直在阻擋鳥籠公投 已經阻擋了快五個月了 我們真的對這場公投鬧劇忍無可忍了 政府沒有膽子去建但是呢他也沒有膽子停建 說交由一個公投大集說要交由人民決定 但是呢我們合理的認為這個公投根本是一個政治算盡與陰謀 他其實是要轉移大家的焦點 轉移核電的弊端跟核電的真相 讓大家忘記這件事情忘記應該要追究他們責任 而去談論要報公投而已喔 我們覺得這非常非常糟糕喔 所以其實這半年來我們感覺政府是在拖時間 現在我們已經架好這個網站叫做 叫做廢核就是現在 十萬廢核裝腳坐回來 廢核條卡坐回來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要募集這四萬個廢核條卡進行組織動員 那我們的目的就是今天告訴大家的 我們要真相 請政府告訴人民那個核電的真相 然後要求立即停建 如果不聽我們只好呢進行這個串聯 串聯起來呢用各種方法呢撼動這個政權 要求他呢這個達到廢核的這個目的 所謂要不要廢核這件事情 其實他絕對是跟人權相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他怎麼樣跟人權相關呢 那我們看到說所有的核廢料都放在原住民的牢羽上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是一個極端的族群的不平等 族群的不正義 當然我們看到說核電廠裡面的勞工 他們的勞動安全可能是被漠視的 然後或是說核災發生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作為一個所謂的勇士 要去解救所謂的核災 那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講也是非常危險的 而且是漠視他們的勞動權益的 那我們也看到說現在大家在講的所謂的公投 我們的新移民我們的外籍配 還有我們這些在台灣辛苦工作的移工們 他們都沒有公投的權利 這樣的一個投票公平嗎 還有所謂的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要真相 到底真相又在哪裡呢 309那天我們也有22萬人 我們已經發出聲音來說 台灣不要變成下一個福島 可是台灣政府是或是國民黨或是執政者 或是通過那些永和的立委 他們是最沒有從福島記取教訓的 那我想核氏他不僅只是一個錢坑 他更是一個人坑 他核氏如果釀災的話 是有根據那個京都大學的小出譽章 他評估的是會有三萬人數死 然後七百萬人後續死 所以我們一定要阻止他去花我們的錢 然後去坑我們的人 這個核氏的公投這個議題呢 這麼多的討論呢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說 政府本來公投是 精髓是公投 是公民兩個字 就是要經過充分的社會討論 但這麼多這麼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不到任何的討論跟溝通 那所以我們社造聯盟這麼多年 都是在做社區草根基層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決定 而且非常願意加入這個行動平台 然後我們會號召全國的社區的 最草根的夥伴呢 一起來監督關心核氏的這個議題 那如果國民黨真的要去發動核氏公投的話呢 我們會另外發動由草根的居民 所發起的社區公投 然後好好的來跟我們的政府 跟總統示範說 什麼叫做真正的公民討論 而不是現在這樣徒有政治形勢 而沒有公民意義的一個公投的鬧劇 所以我們會非常的積極 而且會非常的熱情的 來號召全國的社區居民 一起來關心 然後一起來監督了這一次的那個核氏的議題 跟未來公投的發展 那麼桃園在地聯盟呢 義無反顧 我們會從這一刻開始 就回到我們自己的家鄉 就會認真的去成立各個不同的據點 作為莊角 作為我們的鎔馬鐵 然後我們會努力 讓更多的人來當作我們反核的莊角 一旦這些要面臨核災的這種重大的決策 非得要我們做抉擇的時候 我們會讓桃園的人民展現出他們應有的力量 反核廢核 千萬公投 千萬公投 直接停建核事 直接停建核事 停建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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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建核事